文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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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文化 我們要進入一個非常非常龐大的議題 我們從上禮拜開始談經濟 我有談到說我們會分別從交換生產跟消費來談 然後生產就觸及馬克思主義 所以我今天會從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思考架構開始 因為馬克思主義非常非常的龐雜 所以我這裡可以提供的是一個 一個真的就是一個 可以幫助你去思考的架構 人類學在這個架構之下 會有很多很多的修正 然後在馬克思之後 在西方也發展出各式各樣的馬克思主義的學派 所以我帶來這裡就是先從馬克思的一個架構開始講 為什麼呢 因為他基本上是討論經濟跟非經濟的關係 然後他建立了一個所謂生產模式的討論 就是model production 當然在這裡他有特別的馬克思主義的關懷 就是經濟決定論 可是人類學既然是注重文化 我們就會從文化的角度做各式各樣的修正 然後在這一個龐雜的架構之下 就是我今天想 我大概可以就幾個角度來 把這一些非常複雜的人類學 社會學甚至政治經濟學的討論 跟當代的議題做一些連結 所以我今天大概從五個面向來談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其實每一個部分都非常的複雜 那第一個我當然是先從 馬克思的model production 開始談 就是希望建立一些思考的架構 然後第二個就去談說 那這一個model production 馬克思是關心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模式 那人類學是關心前資本主義社會 他們原來有什麼樣的生產模式 然後進入跟資本主義接觸的過程 到底產生什麼樣的改變 所以第二個部分我會去談 那部落社會到底在跟資本主義接觸的時候 經歷什麼樣的改變 就是人類學對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 怎麼樣去應用跟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模式 然後第三個部分我會談 鄉民社會是不是有獨特性 今天應該將近一半的人口是屬於鄉民社會 就是不是你們網路的鄉民社會 就是以農業為生的社會 那我第三個部分就會去談 鄉民社會是不是有它的獨特性 那人類學為什麼關心這個議題呢 因為在前面馬克思談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 產生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人類學就會關心 那今天以農業為主的所謂鄉民社會 他們在跟資本主義接觸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還可以保有自己的一些 獨特的生產方式跟文化 然後跟資本主義可以有各種結合的方式 而不是完全不上像馬克思所談的 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 所以第三個部分大概是人類學 開始有比較多的討論 然後第四個部分 當然就是更進一步去談整個全球 或是當代新自由主義的秩序 然後人類學關係 那文化在這過程中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第五個部分就是 我想要談幾個民族字 就是讓你們可以感受到那個 所謂的就是人類學是有溫度的學科 所以我希望可以談幾個民族 讓你們可以稍微感受到說 其實這一些第三世界的 就是第三世界的 不管是相 就是以農業為生的這一些 這一些人 他們其實在遇到資本主義之後 他們怎麼樣透過他們自己原有的文化 來理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然後在理解的同時 他們也改變了資本主義 那個剝削跟液化的邏輯 雖然在這過程中文化也會改變 可是人類學很關心的就是 經濟跟非經濟之間不斷辯證的過程 或者是全球跟地方不斷辯證的過程 我大概就是分這五個部分來講 可是你們從PPT 可以看得出來說 今天這個討論其實還滿抽象的 然後我盡量在你們覺得有一點 可能對那個抽象概念有一點點辛苦的時候 盡量可以隨時補充具體的民族制 那今天我相信我一個半小時應該談不完 這麼複雜的內容 因為資本主義真的是當代一個最重要的議題 就是我們都在面對的議題 所以我想我盡量講 可是如果講不完的話 我下禮拜會繼續講 因為下禮拜的消費 除了有的學者是把消費放在 人跟物之間主客建立的過程來談 可是也有學者是把消費放在一個 全球政治經濟的脈絡來談 所以今天會談到全球體系 然後我下禮拜還是會把消費 放在這樣的脈絡中來談 所以今天如果沒有講完沒關係 就是我 今天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消化 然後隨時有問題可以提出來 好 那這個你們知道是馬克思跟恩格斯 就馬克思的生平 你們可以看到他非常顛沛流離的一生 他是1818年出生到1883年過世 然後他出生於普魯士 然後在這過程中 他其實就是顛沛流離 他先到巴黎後來被驅逐 然後又到布魯塞爾 然後後來又到巴黎 又被驅逐 然後又到所謂日耳曼的地方 然後後來到了倫敦 就他一生其實是一個顛沛流離的過程 那我有提供一個青年馬克思的DVD 你有沒有人看過 可能你們可以寫加分報告 就是可能看一些影像會比較有感覺 然後他的主要的著作 其實就是在 他跟恩格斯的關係是 恩格斯是一個紡織廠老闆的兒子 然後恩格斯可以提供 其實他跟馬克思會合住一些著作 然後也提供馬克思一些經濟上面的支持 然後他們兩個人其實 就是馬克思的很重要的著作 我寫在這個地方 就有一些是恩格斯跟馬克思共同寫的 然後在共產黨宣言之前 其實一般會認為是 所謂早期馬克思或青年馬克思 共產黨宣言之後 可能就認為是比較成熟的馬克思 就他早期的馬克思 比較是從哲學的觀點 在談異化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會談到異化的議題 然後比較晚期是談 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討論 那後面的學者 後來非常非常多的馬克思主義學者 其實就是站在各自強調 可能某一些早期的著作 或是比較晚期的著作 所以就發展出所謂法蘭克福學派 在西班馬克思或是各種政治經濟學的討論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德意志意識形態裡頭有一句 還常常漫長被移用的話 他裡頭就說 他認為人是完整的人 你可以早上去打獵 下手去釣魚 傍晚去餵牛 然後晚上討論哲學 就他認為人是一個完整的人 不應該是被職業所分化的人 這還滿迷人的 所以後來的西班馬克思主義者 就人們主義的馬克思 其實會不斷地去談到 這個人被異化的過程 或是人還有 在當代情境之下 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最下面一行 其實我放的是 在1999 年 BBC 做了一個全球的網路民調 去問近千年來影響力最大的思想家是誰 你們知道誰是第一名 馬克思 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他 第二名是愛因斯坦 我還有特別去找網頁 然後有一些我們很熟悉的 像牛頓都還排在馬克思的後面 所以讓你們知道馬克思的重要性 我今天其實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是一個這麼複雜的 還有影響力這麼大的一些思考 或者是一些論證 今天可以做了真的 就是提供一個很基本的思考架構 這個也是在網路上面可以看到的 就是談馬克思主義的一些 產生的社會背景 你們應該看不到 因為現在沒有辦法放大一幕 其實我用這一個 只是要告訴你們說 其實網路上面很多資訊 你必須要有過濾的能力 因為在這個圖裡頭 其實他當然談很多 那個時候馬克思所處的 包括工業革命 然後就是那個時候的工人 很悲慘的生活 然後在歐洲開始有一些歐洲的革命 可是他這裡頭就會穿插一些很奇怪的 comments 譬如說他就說 好馬克思是一個什麼 個性貶俠的人什麼什麼的 我只是告訴你們說 我特別用這個圖來告訴你們說 你們在用網路的資訊的時候 要稍微有一點過濾的能力 他可能有一點似似而非的地方 可是有一些個人的 comments 你們就要知道怎麼樣去過濾 好 那我們開始進入今天的一個 馬克思主義生產模式的思考架構 我們上禮拜在談交換 談到形式論跟實質論 談到說他們各自關心 經濟跟非經濟的面向 可是還是沒有去討論 經濟跟非經濟之間 怎麼樣去整合互動 或是中間辯證的過程 那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模式 這一個架構 其實可以提供很多進一步的思考 所謂的生產模式或社會構成 包括了下層結構跟上層結構 下層結構包括生產力跟生產關係 上層結構包括政治 法律制度 還有意識形態 你們要知道 上層結構跟下層結構 不是上層階級跟下層階級 它是一個對於社會結構式的討論 下層結構 下層結構 基本上生產力跟生產關係 生產力就是包括勞動 然後包括你使用的生產工具 譬如說土地 或者是一些生產工具 還有現在的機器 甚至可能當代的技術或知識 能不能也放入生產力裡頭 這也是有討論的 然後所謂的生產關係 就是擁有生產工具的人 跟沒有生產工具的人的關係 那馬克思主要的研究是 在談資本主義社會之下 所謂擁有生產工具 跟沒有生產工具的人之間 所造成的一個剝削關係 所以他是要從這一個 剝削關係裡頭去談 接下來要開展出來的各種異化 還有一些資本主義的矛盾的問題 然後他認為所謂的上層結構就是 上層結構透過政治 法律 宗教 美學 哲學等等 其實是去合法化下層結構的不平等關係 就下層結構是有生產工具 跟沒有生產工具的人之間的一種不平等 甚至剝削的關係 這個剝削的關係 他反而會透過很多的國家法律制度 來合法化 在古典馬克思的論證裡頭 認為國家是跟資產階級結合在一起 會制定很多不利於勞工的法律 然後在他的論證裡頭 經濟學作為意識形態 其實也合法化很多的不平等關係 這我等一下再談 他基本的論證 下層結構 上層結構 這樣的一個討論 他基本的論證就是經濟決定論 就是下層結構 決定上層結構 上層結構合法化下層結構 就是下層結構是擁有生產工具 跟沒有生產工具的人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可是這個不平等關係 會透過國家法律制度 來維持或者是甚至強化 然後透過很多的哲學宗教 甚至所謂的學術 其實作為意識形態 也讓這一些關係 看起來是合法的 或者是你看不出來還有什麼 就是很多的剝削被神秘化了 讓你看不出來那個剝削的本質 到底在哪裡 上層結構 下層結構 這裡有沒有問題 當然這是非常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討論 那當然後來包括人類學討論 是不斷地在談說 那為什麼被剝削者要接受這一套意識形態 其實意識形態的討論 就是人類學討論非常多 包括意識形態怎麼樣 對於每一個參與者的意義 或者是其實人可以不斷創造 其實意識形態它基本上是 人可以不斷創造各種不同的理解方式 不同的思考方式 來挑戰所謂資本主義的結構 或者是不平等的關係 就是在古典馬克思的一個經濟決定論 就是上層結構合法化下層結構 或下層結構決定的上層結構 這樣子的論述 其實後來當然受到很多很多的修正 後來的修正其實是不斷在談上層結構 跟下層結構之間的各種辯爭關係 就下層結構當然就是包括我們的知識 其實當然會對下層結構有各種反思 跟改變的可能性 這一點有沒有問題 我後面會談更多的文化 可能你們會知道的更具體 就是這一套制度不應該只是那麼物質決定論 它應該是一個更豐富更多面向的思考方式 然後第二點 馬克思談的歷史發展階段 就是歷史是從原始共產到古代奴隸 到中古封建到現代資本主義 到未來共產主義 就馬克思主義提 古典馬克思提出了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歷史發展階段 但是其實馬克思本身或恩格斯本身 其實對於這個歷史過程 並沒有做太多實證的研究 反而是後來的學者會進一步去談 什麼叫做古代奴隸 什麼叫做中古封建 包括每個地方的形式都不一樣 甚至我們以為是剝削的奴隸制度 對於當時而言 其實反而不見得是 我們現在所想像的那一種階級剝削的方式 它可能是一套宇宙觀 去安置每一個人在不同的位置 這個歷史發展階段就是 國典馬克思他提出了一個大致的發展方向 可是接下來有很多學者做更實證的研究 包括歷史的政治經濟的實證研究 那馬克思的資本論基本上是在談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就是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 有很多很多的矛盾 然後這個矛盾會讓資本主義 往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 這個等一下我講完後面兩點 再思考一下 那為什麼當代的資本主義 其實還是運作得好好的 然後曾經實踐過共產主義的幾個國家 現在也都往資本主義靠攏 所以這個是值得去思考的 那馬克思基本上分析的 就是他的資本論其實對於資本主義社會 做非常非常的 真的是 就是那個分析概念是非常細膩的分析 那我在這裡大概提出幾個很重要的 一個他的論述 他認為資本主義有幾個特徵 一個是土地跟勞力成為商品進入了市場 他的價值是由市場價值來決定 就是資本主義在西方 尤其在英國的發展過程 就是英國開始有圈地運動 你們知道工業革命 然後工業革命開始有工廠 可是大量的農民從農村到都市 成為工廠的工人這樣的過程是 農村開始有所謂圈地運動 圈地運動就是貴族或資產家 把一些農民所耕作的土地 把他圈起來不讓農民去使用 因為他們可能要養殖更高經濟作物的一些序幕 或者是他們有其他的使用 所以在圈地運動之下 英國或西歐社會 就是土地開始商品化 然後很重要的是農民 因為大量農民從農村到的都市 他們必須要進入工廠來謀生 所以勞力就進入了市場 然後可以在市場中交易 價值是由市場決定 這是他認為資本主義 一個最重要的特徵之一 就是勞力開始成為商品 勞動開始成為商品 然後他的價值是由市場來決定 然後第二個他談勝於價值 就是他談說資本家是透過剝削勞力 就是透過降低工資增加工時 還有很密集的生產 就讓你一個小時可以做的產能 可以增加到兩個小時的產能 資本家是透過增加工時降低工資 然後就是讓勞工密集的勞動 這些方式來獲取利潤 就資本家裡頭有一些很複雜的分析 又這個過程怎麼樣產生剩餘價值 然後這個剩餘價值本來是由勞工所生產的 可是現在由資本家所擁有 然後資本家再把這個利潤 再拿到市場中 再把這個剩餘價值這些利潤 再拿到市場中再進一步的投資 再產生更多的利潤 就資本論的第一卷 就是在談這個生產過程的剩餘價值 如何產生 然後第二卷又繼續談那個資本主義的流通過程 然後第三卷談整個資本主義的過程 然後第三卷其實已經凸顯出一些資本主義的矛盾 就是在資本家想要壓低工資來獲取利潤的同時 其實會造成一個反效果是 當勞工沒有足夠的金錢去購買他生活所需 那資本家所生產出來的東西 其實沒有人購買 就會造成利潤利益的下跌 所以這裡其實他已經開始討論一些資本主義的矛盾 當然他這裡其實到了第三卷 他也去談說很多我們以為是 好像地豬是從土地而來 然後利息是從資本而來 好像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一些利潤 其實反而最開始是從剝削勞工的剩餘勞動 就是透過剝削勞工來創造這些剩餘價值 然後剩餘價值不斷的再生產的過程去製造出 這一些我們當代以為理所當然的利潤 就是我們以為地豬以為利息都是理所當然 可是他其實是要還原說這個過程最早是從 這些 這個過程最早是從原始積累 是從資本家如何去剝削勞工 就是降低工資增加工資 然後密集的勞動裡頭去產生的利潤 這個是他整個資本論非常重要的分析 我當時在唸資本論其實是一個學期 就是我們老師在帶我們唸是一個學期唸了三本 所以我今天沒有辦法真的一步一步的講 就讓你們知道說他認為資本主義裡頭 這幾個很重要的特色 一個是勞力跟土力進入了市場 然後一個是資本家如何去剝削勞工創造原始積累 然後原始積累又不斷的再生產的過程 然後第三個他其實整個資本論是不斷在跟經濟學者做對話 跟李家圖跟亞丹斯密做對話 然後裡頭當然有一些更複雜的論述 不過很簡單的講就是他認為經濟學的供需率 就是所謂的價格由供需求來決定 這樣子的一個供需率 其實反而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 合法化了不平等的生產關係 譬如說勞工他大量的從城市到都市 那勞力當然過剩 然後資本家就可以因為勞力過剩 不斷的去壓低勞工的一些工資 然後甚至在這裡頭怎麼樣去計算勞工的工資 其實資本就勞工工資的計算 在馬克思的架構裡頭 勞工的工資應該包括維持他生活所必需 還有他受教育或進修 還有他養育小孩子 因為養育小孩子是要培養未來的勞動力 就是勞力後備軍 其實所謂的基本工資應該把這一些都算進去 可是資本家他不會算到這麼多 他可能就是算到你維持你目前日常生活所需的 所以他會不斷的壓力工資 然後甚至經濟學在這裡頭 他沒有看到這一個剝削的過程 他反而是透過供需率來決定所謂的工資 他其實裡頭當然對經濟學有非常非常多的討論 不是我這裡講的這麼簡單而已 可是我大概就是讓你們清楚說 他認為資本主義的這幾個特徵 就是包括勞力跟土地進入了市場 他的價格由市場來決定 然後包括資本家怎麼樣透過剝削勞工 來累積剩餘價值 然後剩餘價值如何在市場中不斷的在生產 然後包括他認為所謂的經濟學 就是當時的一些經濟學的說法 其實是在合法化不平等的關係 讓你看不到背後那個剝削的性質 這裡 OK 嗎 那第四點很重要 我這裡放了一個 因為我想對你們而言可能太多抽象的觀念 我放了小說 你們有沒有看過狄更斯的小說 他描述的真的就是那個時候的資本主義工廠的情況 像菇除淚就是一個小孩子進入工廠 然後過得非常殘 非常非常辛苦 有一點點 就是非常非常辛苦的生活 然後快樂於深入 就是他本來的書名叫David Copperfield 你們有人看過嗎 你們也可以寫加分報告 其實他就是 你們可能看小說會比較有感覺 當時的勞工過著什麼樣的一個悲慘的生活 然後甚至David Copperfield 其實他裡頭就是 據說是狄更斯的半自傳的小說 就是David Copperfield 他這個主角 他其實經歷了非常非常辛苦的一生 然後到最後 他遇到了一個非常有智慧的女性 叫Agnus 然後好像這個有智慧的女性 雖然他對書裡頭 對Agnus的討論不多 可是好像就因為他的智慧 所以讓David Copperfield 他其實他一生的辛勞 好像有了一個 好像有了一個很好的結局 就是其實我覺得這裡頭 狄更斯投射了一些 他對於資本主義這麼殘忍 或者是慘痛了一些 一些工人的情境 然後狄更斯對於這些情境 投射了一些他的希望 就是一個可能非常有智慧的女性 那當然在文學批評裡頭 可能覺得那個Agnus 過於完美吧 不夠立體 可是我就很喜歡這個女性 就是在你非常 就是真的過著很辛苦的生活的時候 其實可以把你的希望投射在 某一些形象上面 所以我後來就把我女兒的 英文名字就取名叫Agnus 就覺得 其實我們在日常的時候 我們都不斷地在創造很多的趣味 這個其實我是想說透過小說 你們可能比較容易理解 馬克思當時所描述的工人 到底過了什麼樣的生活 那當然當代資本主義性質又不大一樣 我們會一步一步慢慢講 然後第四個 他覺得資本主義裡頭很大的問題 就是造成異化 所謂的異化在他的討論裡頭就是 人跟生產工具 人跟人 人和產品之間脫離關係 而且人自我也產生了異化 他認為說在資本主義的生產裡頭 因為你開始 就是工人開始進入工廠出賣勞動力 那勞動力不再是工人自己 就是勞動本身 不再是工人自己可以支配 那反而勞動成為勞動力 勞動力就成為一種商品 就是勞動本身不再是人可以自己支配 然後甚至就是原有的農民 他們脫離的土地 脫離他們原有的生產工具 所以他人跟生產工具脫離的關係 還有在工廠的生活裡頭 因為每個人都是資本主義 那個機器生產中的一個小螺絲 他只是操弄那個機器裡頭的某一個部分 所以會造成人跟人之間脫離關係 你在整個生產過程 你不需要去跟別人互動 甚至所謂的產品 就是生產出來的東西 也不是工人本身可以支配的 甚至有時候你在產線中 你也不大知道那個產品是什麼 所以他談的異化就是人跟生產工具 人跟人 人跟產品之間脫離關係 而且很重要的是人的自我異化 他很強調說 勞動其實應該是一個實踐自我價值的方式 就我們在勞動過程 我們應該可以獲得成就感 然後讓自己過得有意義 可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裡頭 勞工就是出賣勞力去賺取微薄的工資 然後這一個工作本身 其實沒有辦法讓勞工覺得是有意義的 或者是他可以透過勞動來獲得成就感 來實踐他生命的價值 甚至人的價值是被錢所衡量 就是當代的情況 其實人的價值應該是非常多元 然後我們應該有 因為在實踐你的理想 或者是在實踐你生命的過程中 透過勞動來讓你自己覺得你過著有意義的生活 然後再實踐你自己的生命的價值 可是現在的勞動成為一種為了賺錢 然後透過錢來衡量的工作 這聽起來好悲慘對不對 不過我覺得他很厲害的地方 他就是把這一些好像過去 很多當時的人覺得理所當然的一些過程 把中間的一些很嚴重的問題 把他凸顯出來 我放了幾本可能在 我覺得還算容易的入門書 就是對於當代資本主義的討論 讓你們知道說 其實當代的資本主義也是不斷在轉化 他不完全是像馬克思所談的那麼的 就是異化的情況 甚至我們後面再談鄉民社會 鄉民社會還是有一套他的邏輯 他透過工作在實踐人跟人關係 在實踐所謂土地還有工作的意義 這個主要是我真的覺得 大家還是關心我們當代的情境 所以我放了幾本跟當代比較有關的 因為2018 年是馬克思 你們剛剛有沒有注意到 馬克思誕生200 年 2018 年 所以台灣的學界就重新在 就是有出馬克思之本論的新譯本 其實我那個時候唸的還是舊的譯本 然後現在又有新的譯本出來 然後有很多很多對於馬克思的相關討論 尤其是在我們遇到所謂的 這幾年來的很多的金融危機 資本主義的問題 所以對馬克思的討論更加的蓬勃 所以我就放了幾本 可能這幾年來討論馬克思還不錯的入門書 一本是資本論的誕生 他這一本是 其實是很容易入門的 他就讓我們知道說 馬克思寫作資本論那個時候的一些情境 然後一些簡單觀念的介紹 這本是很容易的入門書 然後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 這是一個社會學者萬一哲老師所寫的 他大概就是把資本論裡頭的結構 做一些分析介紹 然後有討論到對於資本論的 譬如說文學的政治的經濟的各種不同的解讀 我覺得是滿好的一個整理 然後有 這個是一個大不同的書 如果你們很有興趣的話 就是去看馬克思主義 接下來的各種流派跟演變的過程 這一個《馬克思時代青年》這個DVD 我覺得可能讓你們看得比較有感受 就是馬克思跟恩格斯的關係 然後當時的時代處境 然後這兩本資本社會的十七個矛盾 跟如何在二十一世紀落化資本主義 抵抗資本主義 這兩本書都是比較當代的研究 因為我想說你們會比較有感覺 David Harvey 應該都聽過嘛 他是一個地理學者 然後他談了很多很多資本主義 還有當代新自由主義的討論 那這一本是我覺得還算容易唸的 就是這本社會的十七個矛盾 他就讓我們知道說 資本主義裡頭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矛盾 然後他是一個非常動態的過程 其中幾個矛盾是從資本論這裡開始 他談的所謂的固定的矛盾 譬如說使用價值跟交換價值的矛盾 譬如說我們的房子 房子他本來使用價值是讓我們可以遮封避雨 可是現在成為一個投資的工具 這是使用價值跟交換價值的矛盾 然後第二個矛盾他談說勞動的社會價值 跟他貨幣形式的矛盾 就勞動明明就是為了要實現我們的生命的意義 可是他現在變成以貨幣的方式 在從事交換 這中間其實有矛盾 然後他 就不要一一的介紹 他有去談所謂私有財產 跟國家之間的矛盾 然後還有包括我們現在 資本主義就不斷在累積利潤的過程 甚至認為自然生物都可以成為財產的一部分 其實這個都是很大很大的一些道德論述 或者是產生很多當代的生態議題 或者是倫理的議題 這本書我覺得還算清楚 沒有太多理論 所以你們可以 如果對於當代的情境有興趣的話可以看 那他基本上也要告訴我們說 他不是只是要談矛盾 而是讓我們知道說 其實資本主義社會裡頭產生的問題 那我們才可以發展出不同的論述 來面對或者是來找出其他的可能性 那這一本是一個社會學者 他就更清楚的更正面去談 如何在二十一世紀抵抗資本主義 他認為有幾種抵抗的方式 包括打稅資本主義 拆解資本主義 馴服資本主義 抵抗資本主義 還有逃離資本主義 那這裡頭他其實 我覺得也是一本很容易入門的書 他談說打稅資本主義 就是過去的所謂的共產革命 可是也證明好像失敗了 然後拆解資本主義就是 其實過去的有很多國營企業 可是這些國營企業 在新自由主義之後也都開始私有化了 那他在當代看到的 反而是如何去馴服資本主義 或者是透過社會運動來抵抗 或者是也有人就逃離資本主義 建立了所謂的烏托邦 那在目前好像那個力量最大的是 如何去馴服資本主義 馴服資本主義的過程就是包括 有一些財產不應該私有化 他應該是由公有 由國家或者是公有財的形式來保護 譬如說我們的教育 醫療 衛生 或者是生態的議題 都應該透過公有財或是國家來保護 甚至國家應該要自訂法律 來面對當代的生態議題來避免資本家過度的開發 或避免資本家無限的去累積他的資本 好 那我其實就是想說你們應該對於 從馬克思所談的這一些很悲慘的情境到當代 其實資本主義不斷的在轉化會有興趣 然後如何在當代社會找到一些我們的可能性 譬如說我上個禮拜有談到我們學生去做社會企業 或是我們有學生投入很多的 NGO 社區營造 或文化產業 其實應該都是在主流資本主義之下去找出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來弱化馬克思所談的那樣的一個資本主義的一些問題 其實這一本書的社會學者他幾年前過世 然後他那個時候其實想要 他這一本書裡頭談了很多的實踐的可能性 他本來想要再寫一本更理論 就是每個實踐背後都有一套理論 可是後來因為他過世 就沒有再寫這個理論的部分 所以就有帶大家去完成 其實有很多是已經在西方理論中已經發展出來的 只是大家要重新去梳理他 那回到我們剛剛所談的 我談到這裡之後 你們想一下 那為什麼資本主義到現在還在運作 並沒有像馬克思所談的一定會有階級革命 然後往共產社會或者是共產主義 國家為什麼現在也都往資本主義靠攏 你們稍微想一下 就資本主義其實也是一個不斷在修正的過程 所以這一本 如何在21世紀抵抗資本主義這一本書 他其實就在談說資本主義 雖然市場經濟是一個主流的經濟型態 可是他其實資本主義是一個生態系 他在各種的縫隙中 其實還是可以有不同經濟形式的方式 譬如說他就談到很多的合作經濟的方式 所以資本主義他不是只是一個單數 他其實是一個複數 他甚至在每個地方 他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發展方式 那我等一下會進一步再談這一點 我們會談的是上層結構跟下層結構的辯證關係 就是文化到底在社會變遷過程中 到底當地人如何透過已有的文化來理解 資本主義的秩序 可是同時也改變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性質 譬如說我前面有談到 為什麼我們先談交換 我們在交換裡頭談到禮物交換 談到跨婦業 其實文化人類學者 像我後面PPT有談一個SALINGS 他就談說其實資本主義會跟地方文化 不斷地去調節 不斷地去改變 譬如說到了大洋洲 資本主義會跟禮物交換結合 那禮物交換你們記得 我談的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是經濟理性一不等於一嗎 你有能力的人是必須要付出更多 才叫做平等 然後禮物交換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是對於私有財產的一個辦思 就是財產不是被擁有 而是你要不斷地交換出去 不斷地跟別人做分享去建立社會關係 你才能夠建立你的權利 所以其實到了大洋洲 他會跟原有的禮物交換結合 然後對於資本主義之下的經濟理性 還有權利的概念 或私有權的概念做一些反思 然後到了北美印第安有跨婦宴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有談到跨婦宴 他可能資本主義提供了這些物資 然後這些物資 就是反而讓當地人可以做再分配 譬如說我們在影片中會看到 其實有成就的人就是發放很多的錢 給他來參與的賓客 所以資本主義其實會跟當地的文化結合 緩和的資本主義可能帶來的異化的問題 然後甚至透過工作 其實在我後面會談到工作 就是透過工作 其實人還是在實踐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在建立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在實踐人的價值 其實我那個時候在做鐵眼的時候 剛到那個地方 我就是每天跟著部落人一起工作 我們可能四五點就出門 然後走一個小時的山路到山上去砍山木 然後後來那個山木砍下來就種生薑 然後在那個過程 雖然那麼早起 可是我們就覺得很快樂 因為每天就是整個工作的過程 就是大家吃吃喝喝 然後我們會帶著早餐到山上去吃 然後就每個家會準備不同的早餐 然後甚至就在當地 就可能獵一些很小的一些野生動物 就那個工作的過程其實 其實是一個人跟人之間互動的場域 然後它不是嚴格的一個工作跟休閒的區分 就我們現在開始有工作跟休閒的區分 然後大家好像都工作得很辛苦 然後休閒時間就要拼命的出去玩吧 可是在錢資本主義社會 其實工作跟休閒並不是截然區分 反正你在工作的場合裡頭 其實你可以跟人有很多的互動 那起碼我覺得那個是很不一樣的感受 所以我們部落人 其實把工作分兩種性質 一個是去賺錢 一個是去工作 去賺錢就是作為薪資老公 你固定的一天拿多少薪資 可是去工作就是在這工作的過程中 你去開墾你的原地 然後這個開墾的過程中 也是人跟土地跟神靈的關係的建立的過程 然後也是人跟人之間互動的過程 就是那個人類學會關心的就是這一些 譬如說工作的意義 或者是原有的一些經濟的邏輯 如何跟資本主義結合 然後去轉化資本主義的一些 像馬克思所談的這一些問題 或者是其實我們會看到很多的 第三世界國家革命的過程 因為推翻了舊的秩序 可是又沒有辦法馬上建立一個新的秩序 反而就容易造成極權 因為革命家的地位被威脅 所以其實有一些地方 就反而更加的極權統治 這個很好 就是你們可以進一步再想 然後我其實提供這兩本 比較當代的討論是希望 也可以激發大家去想 其實當代社會還是有很多的可能性 就是我們好像沒有辦法抗拒那個主流的結構 可是我們在這個結構的更多的細縫 或者是更多 我常常講的是 其實每個社會都會有很多的結構原則 然後我們是在找尋各種不同的結構原則 或者是在結構原則之間去實踐自我 在這一些結構原則的一些競爭 或者是多重論述中去實踐自我 這個留了很多工作給你們去思考 然後這裡我也是提供一些網路的連結 我想說你們可能看的比較有感覺 那David Harvey 他真的就是一個努力的去 讓社會學弟 他其實是地理學者 可是他讓資本主義的問題 很努力的讓大眾知道 那他在網路上面還有他上資本論的課程 你們可以上去看看 反正他的連結非常多 那我想這個其實是還滿好的一個入門 就是如何反對資本主義的瘋狂螺旋 就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 然後我們如何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來處理或看待 然後後面幾個大概都是比較新自由主義的討論 就是當代的資本主義 他又有一個性質上的改變 我後面會再談 就是在馬克思的資本主義裡頭 勞力都還是很重要的生產力 可是他的當代新自由主義 是所謂的金融資本 就是透過各種金融的商品 他其實錢 就是現在有所謂的財政金融公司 就是那個貨幣的投資已經 我們就是那個金融商品 就是貨幣不斷地在進行再投資 然後我們一般人其實也不大了解 那金融商品的複雜性 可是就因為這一些很複雜的貨幣 在投資的過程 其實只要中間一個環節出問題 就有所謂的泡沫化或經濟危機 就像我們2007、2008看到的 那個雷曼兄弟的問題 就是一開始是刺激房貸 就是美國他大量的貸款給 可能不見得可以還得起錢的這一些人 然後當沒有辦法還款的時候 其實就衍生了一系列的 後面的金融的問題 然後甚至有銀行破產 有銀行瀕臨破產 可是後來是國家來救銀行 就是反而是用國家的公有財 來拯救這一些銀行業 所以那個裡頭的所謂公平正義 有相當多的討論 到目前OK嗎 其實你們也可以想一想 當代的社會真的是非常複雜 譬如說你們以川普 當選的時候大家也都貼破眼鏡 因為大家都以為他就是一個財團 新自由主義者 可是為什麼他反而吸引了 很多的燃領工人的支持 所以你反而要看的是當代的社會 譬如說在川普身上具體化 很多的不同的結構原則 他是一個新自由主義者 就在2007、2008 就是金融危機之後 其實美國制定了一些相關 對於金融管制法的一些規範 可是後來川普反而又放寬了 這一些規範 他其實就是一個新自由主義者 可是他又是一個國家主義者 因為他談American first 所以他作為一個國家主義者 他其實吸引了很多的 藍領工人 因為他們可能在產業外移的時候 失去了工作 可是他又是一個親教徒 就他非常強調家庭的倫理 所以他出來都是全家一起出來 所以他作為一個各種不同 矛盾結構原則的一個整合體 他就是吸引了各式各樣不同的人 這是當代社會 就是每一個現象背後 都可以爬出幾個甚至矛盾的結構原則 好 這個就是留給你們去想 當代問題真的是還滿 就是還滿具有發展性的 這裡OK的話 我就進入第二個部分 我去談那個部落社會 如何跟資本主義結合 就是在部落社會他們原有的生產模式 我這裡用的是 Tahemiasu 的討論 我在那個性別的時候 有談到這兩個人 就在部落社會 他們原有的生產模式 是以家戶為主的生產模式 那除了家之外 其實在家戶生產模式裡頭 其實女性扮演重要的角色 像我在部落 就是在做田野的時候 其實女性都是很重要的田間勞動者 就是我跟著部落的人一起到山上去 男性通常就是負責去 就是去燒肯 就是要跟著之前 要先燒肯去整理土地 這個是男性在做 因為裡頭要做一些防線 讓避免火會蔓延得太廣 可是燒肯之後 其實接下來的很多的勞務工作 都是女性在做 然後男性可能就去打獵 就是其實女性在家戶生產方式裡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很重要的田間工作者 除了家戶生產方式 其實特黑也談說 除了家戶生產方式 也有氏族一起的生產方式 就是我們在第一二只有談到氏族 然後也有部落的生產方式 所以特黑也談說 其實在前資本主義社會 本來就有所謂的生產方式 本來就有以家戶 以世系群 或者是以部落為主的生產方式 然後這幾種不同的生產方式 其實女性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而且這幾種生產方式 背後都有很強的一些 宗教或者是情感的色彩 譬如說家戶生產方式 其實它中間連結的是 人跟人之間的感情 然後譬如說 美亞術在談說 其實在當地的家戶生產方式裡頭 其實雖然女人跟年輕的男人 他們的工作所得是由老人所掌管跟支配 可是老人必須要負責為女人 為年輕的工人去 就是必須要為他們找婚姻的對象 然後必須要扶持他們 其實有接下來去養兒育女的一個過程 其實老人都負擔相當大的責任 所以他在談說 其實這個馬克思可能以為是 如果家戶生產方式放在馬克思的架構裡頭 好像是老人或男人 對於年輕人或者是女人的剝削 可是放在他們的脈絡裡頭 其實這不是剝削 而是一個互相互惠的過程 然後這中間有很強的情感的連結 所以其實人類學在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時候 會很注意 譬如說在部落社會的生產模式 家戶生產模式裡頭 有女性所扮演的角色 還有家戶生產模式裡頭的生產關係 並不是像馬克思所談的剝削的關係 他裡頭有情感的互惠的 甚至有宗教的一些連結 那我在性別的時候也有談到 那米亞術有談說 其實家戶生產方式遇到資本主義的時候 他並不是完全被推翻 反而家戶生產方式提供了無償勞力 讓年輕人可以到外面去工作 然後接受資本家所提供非常微薄的心知 因為他們家裡有女人跟小孩在從事生技作物的生產 因為有家戶生產方式從事生技作物的生產 生技作物就是讓你可以吃得飽的 然後經濟作物就是要販賣的 那因為有家戶生產方式從事這一些生技作物的生產 所以其實男人到外面工作 他可以接受資本家所提供的非常微薄的心知 因為他們家其實還是有女人跟小孩子繼續在從事生產 然後養活一家人 所以米亞術基本上在談說 其實當這一些前資本主義社會遇到資本主義的時候 他中間不是一個斷裂的過程 反而中間有一個結合的方式 然後當然在這個結合的方式 一開始好像是就是家戶生產方式提供了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 那後來一定會有衝突 因為資本主義的整個剝削的性質 後來也會影響到整個家戶的一個生活方式 其實早期還是有一些結合的可能 可是接下來其實資本主義那一個 不斷榨取剩餘價值的那一個資本主義的特色 其實反而會給部落社會帶來很多的問題 就是我這裡補充一些人類學 對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模式的討論 拿那個命數 然後有一個郭德里葉 他其實也在修正剛剛那個生產模式 他修正的方式是他透過不同社會的研究 來討論經濟決定論 就是在馬克思的討論裡頭 其實經濟是具有決定性的 就是下層結構決定上層結構 可是在郭德里葉的修正裡頭 他要談的是可是在不同的社會 不同的制度具有自備性 來規範生產關係 譬如說在部落社會是親屬制度 就是我剛剛所談的加入生產方式 在古羅馬社會是由政治制度 來規範生產關係 在印度社會是由宗教制度 來規範生產關係 所以郭德里葉對於生產模式的修正是 他沒有反對經濟決定論 可是他認為要放在每個社會的脈絡去看 每個社會有不同的制度 在規範生產關係 所以他提出來的是 不同制度具有支配性規範生產關係 然後後面Block 也是一個修正 不過這個還滿難 那個文章我有放在CBA 你們可以看 就是他談說 親屬在馬拉加斯加爾不同的社會 他可以作為上層結構 可以作為下層結構 Block 的對於Marina 這一個社會的討論 我們在11週會再討論 人類學透過對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討論 其實也在跟生產模式的 這樣的一個 好像有一點點抽象的架構做對話 就是在談說 其實每個社會都會有內在矛盾 會有外在矛盾 因為這些內在矛盾 造成的社會變遷 不過這有一點理論性的討論 就內在矛盾是指生產力 跟生產關係的矛盾 譬如在部落社會裡頭 有可能越來越多的人聚集在 越來越小的地方 然後造成生產地減 然後就會讓人口再擴散 就是這裡頭會有一些動態的關係 或者是我剛剛談說 資本主義社會裡頭的矛盾 就是譬如說 資本家要壓低那個勞工的工資 可是當勞工的工資過低 他沒有辦法銷毀 反而就會造成產品過剩 這也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矛盾 或者是David Harvey 他談了更多的資本主義的矛盾 就每個制度會有他的內在矛盾 讓這個制度其實有他的動態的可能性 甚至結構之間是一個不斷在擺盪的過程 然後外在矛盾就是不同的生產模式之間 所造成的衝擊 像我剛剛談的家務生產方式 其實他早期支持的資本主義的發展 那後來因為資本主義也會威脅到 當地人的一些基本的生活 包括其實當大家越來越捲入 貨幣交換的市場裡頭 那你的生技經濟其實不見得可以提供你那個 譬如說小孩子要上學 要付水電費這一些貨幣所需 所以反而會造成當地人的貧窮 就是人類學有一些比較理論上的討論 在談整個modal production 的內在矛盾跟外在矛盾 那這個我就稍微列過 那剛剛同學在問說 人類學跟馬克思主義的對話 人類學會關心的是上層結構 跟下層結構的辯證關係 文化跟人的主動性 尤其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 譬如說原有的生產模式 跟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結合的過程 譬如說當地人如何透過原有的觀念 來理解新的生產關係 可是理解的同時 其實原有的文化不斷的在改變 可是也同時緩和的資本主義的 一些剝削跟異化的問題 所以人類學談的是上層結構 跟下層結構的辯證關係 或全球跟地方不斷辯證的過程 那我等一下會以布農族跟賽德克的民族誌來談 其實我本來想說 談到這裡太多抽象的觀念 我等一下直接先跳到最後 我等一下下一堂課我先從民族誌來談 要不然一下太多抽象的觀念 其實還滿難消化的 那人類學還會關心 因為人類學畢竟我們還是研究文化 我們會去談說 馬克思所談的意識形態 就是宗教美學或者是 甚至他認為家庭親屬制度都是意識形態 那意識形態到底如何運作 這一點我們在第十一週會討論布洛克 他談的是 就是我這裡有提到的 在馬拉加斯的Malina 這一個社會親屬是作為上層結構 來合法化不平等的生產關係 那我們在十一週會去談 當地有一種世系群的概念 然後這個世系群的概念 它其實是如何透過實踐的過程去確立 就是在整個儀式的過程 確立的世系群作為一套超越的秩序 然後這一套超越的秩序 可以讓人找到他生命安身立命的方式 就這人類學關心的是 那文化對於每一個人的意義 到底是什麼 就是馬克思認為上層結構是 合法化不平等的關係 可是人類學關心的是 那為什麼被壓迫者要接受這一套意識形態 或者是文化 因為文化提供每一個人的一個安身立命的方式 那當然 Blocker 這一個討論 還是後來的內學引發了一些討論 那到底文化 宗教意識形態 它改變的可能性是什麼 因為在 Blocker 討論裡頭 就是這一套超越秩序 後來會不只是世系群用這一套超越秩序 後來的國家 後來的反殖民運動 甚至後來的農民的對抗中產階級的運動 都會不斷的去操作跟運用這一套意識形態 好像這一套意識形態就會被不同的人使用 這個我們在第十一週在討論 那人類學當然就會繼續問說 可是意識形態應該也是不斷在改變的過程 那這個改變的過程到底是什麼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說 人類學在跟馬克思 Model Production 的對話的過程 人類學如何強調上層結構 就是那個主觀性跟客觀性的一個辯證的過程 還有所謂的意識形態 對於每一個人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因為剛剛其實談的整個生產模式 其實有一點抽象 雖然我盡量提供一些當代的研究 那剛剛有一本書的書名 我講的有一點點不對 他是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 我講成如何在二十一世紀抵抗資本主義 他其實是要談說 我們如何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來弱化主流的資本主義 然後透過各種的合作經濟 或者是一些公有才的一些再分配的過程 好 那我直接先跳到後面兩個民族誌 因為我想說讓大家稍微有一點點感覺 那我想要談黃英貴老師的民族誌 黃英貴老師其實在1973年就開始做布農族的田野 你們有人聽過他嗎 他那個時候去一個九美的部落 在南投城有蘭西 然後那個部落原來是鄒族的部落 然後後來因為集團遺住 就是現在是由布農人 然後少數的鄒族人居住 他在1973年開始做布農族 那個九美部落的田野 然後那個時候 他其實做一個經濟人類學的田野 他幫助當地人去發展各式各樣的 就是當地已經開始 就是接受外來的一些經濟作物 像番茄的種植 然後他那個時候開始就幫當地人去組織一些 儲蓄互助社 共同運銷 共同購買 然後立互助隊 那他以為說 他已經做了所謂的應用的工作 又一個學者其實是要幫助當地人 在發展的過程中 可以如何有更好的發展 所以他那個時候做田野過程 他覺得他好像做了很多的努力 然後後來他寫完這個論文 然後畢業回到 那個時候剛好中原院有工作 他在中原院工作的時候 又去做了一個漢人的農業機械化的研究 他那個研究主要在談傳統跟現代 其實不應該是對立的 這個論流我等一下會再談 那他後來就是在中原院工作的時候 他又回到九美的時候 他發覺他本來以為他做了很多的應用人類學 幫助當地人的發展 可是他回到九美的時候 當地人告訴他說 其實你做的都只是幫助有錢人更有錢 因為有錢人他可以從儲蓄互助社 拿到更多的資金 然後他可以透過這一些勞力互助隊 跟產銷服務班 然後可以做更好的一些經濟作物的銷售 所以那個時候他回到 就是他寫完碩士論文 然後再回去 兩三年之後再回去 反正當地人告訴他說 其實他反而帶入了一套資本主義的邏輯 甚至幫助有錢人可以累積更多的財富 那個時候他突然就驚醒 他認為的內學好像應該要有不同的關懷 他開始想要去問 那對當地人而言經濟是什麼 然後這個關懷其實後來就是 他不斷的一些累積的過程 後來他就到有一篇人觀的討論 應該是1989年 就是他中間他當然談過很多的非常的 就是他對布農族的研究其實應該各個面向都有討論 譬如說對於布農族家庭的一些居住方式 權力方式的討論 然後對於他們的土地的使用的討論 可是他在因為他那個時候的碩士論文的經驗 讓他一直去想說 那當地的文化到底應該在這個過程中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究竟文化可以讓當地人在發展過 過程中能不能夠發展出一些不大一樣的模擬 就是不會造成 就是不會複製資本主義的貧富差距的問題 然後這個問題一直就讓他後來又出去外 出國去做訪問 然後出國去念博士的時候 不斷在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他後來的一個研究的一個轉折 是他開始進入當地人人觀的討論 人觀其實是我們在親屬的第二個禮拜 有在談 就是人觀是當地人怎麼樣去界定人的 邊界人的特質 還有理想的人到底是什麼 然後他那個時候因為當然就是很多的 學術理論背後的一些關懷吧 譬如說人觀的討論最後是回到基本分類範疇 然後基本分類範疇去談人類有一些基本的分類範疇 可是每個文化又給予這些範疇很不一樣的內涵 然後人觀的討論好像是一個可以透過人觀 來了解政治經濟秩序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 這個當然有一些人類學的理論發展 不過他後來就是應該是1988 年開始 就是他開始寫作那個文章 就是開始聚焦在人觀的討論 所以我接下來要先從人觀的討論開始 然後接下來談說他透過人觀的討論 如何看待當地的經濟發展 那當地人有沒有可能發展出 在他們文化的基礎之下 可以發展出一套跟資本主義不大一樣的邏輯 這是黃先生人觀討論的一個圖 有人看得懂嗎 他基本上在談的是 當地人認為人有精靈 叫做 Hanidu H-A-N-I-D-U 他後來是翻成 H-A-N-I-T-U 這個因為我是掃描他的圖 所以拼音就是他那個時候的拼音 他說當地人 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有 都是由身體精靈跟心所組成 然後精靈 Hanidu 的觀念 其實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尤其每個人身上有兩個精靈 在右肩跟左肩 右肩叫 Masha Hanidu 左肩叫 Masha Hanidu 左肩叫 Masha Hanidu 所謂 右肩的精靈代表的是集體的合作 就是他會不斷地尋求最多的人更多的利益 這是右肩的精靈 然後左肩的精靈就是要強調個人的能力 然後會造成跟人之間的競爭 我們有同學認為是天使跟魔鬼 可是我認為他裡頭不是 其實他在 Masha Hanidu Makawan Hanidu 這樣子的一個組成之下 其實兩個都是重要的 因為你必須要有那一個個人不斷要尋求 個人能力的發展 或者是獲得肯定的過程 其實那個 Masha Hanidu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的動力 可是你在尋求個人發展的過程中 你必須同時去尋求跟 Masha Hanidu 和 Hanidu 之間的平衡 就是所謂的個人施力跟集體工藝之間 必須要不斷尋求平衡的過程 就 Masha Hanidu Makawan Hanidu 必須要不斷的平衡的過程 這當立 Hanidu 的一個基本的觀念 就是其實人是一個不斷在尋求平衡 不斷超越的過程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截然的對立 這個是黃先生談人觀裡頭很重要的一個 Hanidu 的概念 然後他透過 Hanidu 的概念去發展出布農族的一套結構的原則 那這個有一點複雜 我也沒有想要講太多 然後他談說 其實 Masha Hanidu 跟 Makawan Hanidu 的那一個 不斷在尋求平衡的過程 人的心 以色安會扮演一個關鍵的協調的角色 那從他 Hanidu 的觀念裡頭 其實可以帶出來的是當地人的一些親屬觀念 為什麼我把這一篇放在親屬 他談說當地人的父系的概念 是透過 Hanidu 的觀念來界定 就是人一出生就屬於父親的父系氏族 然後包括那個女生也是父親的父系氏族 即使他嫁人之後 他身上都還有父親父系氏族的 Hanidu 的影響 所以他談說其實他們的父系氏 就是透過 Hanidu 的觀念來界定 甚至後來的很多的禁婚規定 也必須要從 Hanidu 的觀念來了解 這個是 就是談親屬其實是要回到宗教 回到他們的人觀或者是宗教的概念 然後還有一個 跟親屬觀念很有關係的是 黃先生大概建立了一個這樣人觀的討論 然後他的 有一篇我放在 Siba 的第三週的文章 就是親屬與人觀的文章 就是他去談說他們的各種生命遺歷 如何透過生命遺歷的實踐 來讓人感受跟實踐那個 Hanidu 的觀念 譬如說他談到說他們在那個 小孩成長裡的過程 他們說當小孩子出生 他媽媽的父系氏族母舊 就會準備一頭小豬送給小孩子 然後小孩子的欺壓 就是這個小孩子跟他媽媽就開始養大這一條小豬 然後養成大豬之後再回報給母親的父系氏族 感謝母親的父系氏族的 Hanidu 的力量 對這個小孩子的照顧 他說其實是透過這一些生命遺歷的過程 讓他們不斷地去實踐跟感受那個 Hanidu 而且在這個小孩成長裡的過程裡頭很重要的是 就是他透過這樣的一個小孩成長裡 就是母舊母親父系氏族這一邊送一頭小豬 然後小孩子跟他媽媽養大小豬 再回贈給母親的父系氏族 感謝母親父系氏族的 Hanidu 的力量的照顧 其實這樣的一個成長裡的過程 其實背後是一套他們的精靈信仰 就是他們的精靈信仰認為母舊或母親的父系氏族的精靈 對姐妹或嫁出去的同氏族女子的孩子 具有保護的作用 他認為親屬包括父系氏族的概念 包括接下來要談的 Omaha 親屬稱謂 都不需要從這個人觀 Hanidu 的觀念來了解 我們又回到我們第二週 讓大家看的那個親屬稱謂 那我有跟你們講說 雖然我們不大懂為什麼要念這麼多的親屬稱謂 可是像恩格斯 然後像李維斯托 其實都從親屬稱謂裡頭去發展出他 他們的理論 那黃英貴老師也談 Omaha 親屬稱謂 其實這個本來就是整個東南亞大洋洲 談的非常多的 Omaha 親屬稱謂是說 一個小孩子對於他母親父系氏族的成員 不管輩分的高低 都一律以舊舊的稱呼來尊稱 這叫 Omaha 親屬稱謂 即使他的輩分跟我一樣 或是甚至輩分比我低 我都會用母舊 用舊舊的稱謂來尊稱 是因為這個 Omaha 親屬稱謂 背後是一套母方父系氏族精靈優位的概念 就是母方的父系氏族的精靈力量 具有保護這個嫁出去的女子的小孩子的力量 這個大概就是一個 那個黃先生怎麼樣透過人觀來看親屬 當然他透過更多的一些生命遺禮的討論 或者是相關的儀式的討論 他其實要談的是說 其實他們對人群的分類 甚至對於動物跟植物的分類 都建立在 Hanidu 的觀念 因為他們認為我有 Hanidu 別人有 Hanidu 土地有 Hanidu 動物有 Hanidu 甚至儀式性的作物 譬如說小米都是具有 Hanidu 的 所以你要舉行儀式的過程 其實是 Hanidu 之間不斷的建立關係 可能是互惠的關係 可能是競爭的關係 或者是爭戰的關係 所以他是透過 Hanidu 的觀念 來談他們的人群分類 來談他們跟動物跟植物的關係 那我等一下就是要談小米 就是他們認為小米跟土地是有 Hanidu 的 所以他們種植小米 就是主要的生計作物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有一套儀式 然後這一套儀式 後來在種植水稻 種植番茄跟茶的時候 他到底產生什麼樣的改變 然後 Hanidu 的觀念有什麼樣的改變 我等一下會進一步談這個 就仁觀我先談到這個地方 其實我這裡要談的是 其實當地人並沒有把土地當成一個物 因為在馬克思的觀念裡頭 其實資本主義發展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就是人跟人 人跟物脫離的關係 不管是跟你的生產工具 或跟產品脫離關係 可是在他們的觀念裡頭 這一些物 包括土地 包括動物 包括儀式性的作物 其實都是有 Hanidu 的 他跟人一樣都是主體 所以透過各種儀式的過程 是主體之間的一個建立關係的過程 不管他們的關係是互惠的或競爭的 或對抗的關係 所以這裡其實是在 反思那個資本主義之下的那個物的概念 就資本主義之下 我們把物當成課體 甚至人就是主體可以製作消費 或者是甚至任意的處置這一些物 可是對他們而言 物本身也是有生命的 但我其實一直從這個例子談到 就是我譬如說如果在原住民文化的通識課 我就會去談說當代的很多狩獵的問題 或者是山林管理的問題 必須要回到當獵人的這一些觀念 因為當獵過去本來就有很多的禁忌跟儀式 在維持一套生態平衡 他們不是隨時都會去打獵 那打獵會有一些固定的時間 然後會有很多的禁忌 然後甚至有一些儀式 譬如說他們要透過夢來決定 今天要不要出去打獵 因為夢是人的 Hanidu 跟動物的 Hanidu 之間溝通互動的過程 就是人的 Hanidu 跟各種不同 Hanidu 溝通互動的過程 所以我通常如果在原住民通識課 我就會從這個文化去談一些當代的議題 就是當代的問題 反而是文化如何被附贈的問題 因為很多 因為整個現代化的過程 已經很多人都到都市工作 其實文化產生了一些斷層 所以當代我們要回到 我們要討論當代的生態保育的問題 或是各式各樣的一些發展的議題 其實還是要回到這一個人跟物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人跟人之間 如何在個人施力跟集體公益之間 尋求平衡的過程 就從這一套人觀其實 其實我覺得是對於當代的發展議題 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然後我接下來要談也是 黃先生接下來就是從人觀去討論 那經濟是什麼 這個中間有一些譬如說 後來的經濟作物造成的一些 譬如說物化的問題 異化的問題 然後當地人怎麼樣再重新 透過新宗教運動 重新去建立人跟人 人跟土地或者是 人跟其他的生物的寒泥毒的關係 這個我就不多談 你們可以從文章裡頭進一步看 然後我剛剛要談說 那我要談的還是放回今天的脈絡 那當當地人從過去的小米 然後開始去種植 日本時代開始去種植稻米 然後後來有經濟作物 番茄跟茶之後 到底寒泥毒的觀念產生什麼樣的改變 那在黃先生這一篇作物的文章裡頭 他第一個就是談小米是儀式性的作物 就是我剛剛所談的 其實小米的整個種植的過程 有相關的儀式 因為他們認為人物跟土地 都是有寒泥毒的 那透過寒泥毒 其實是一個人跟土地 跟這些作物不斷在建立關係的過程 那到了日本人開始種植水稻之後 因為水稻是要有集體的灌溉 所以反而部落的集體性被強調了 那黃先生這篇文章裡頭 沒有談寒泥毒 那個水稻是具有寒泥毒的 不過後來他有其他的物質文化文章 有進一步去談這個 就是水稻所 這個收穫的所得怎麼樣去 就是怎麼樣透過釀酒 然後透過儀式的分享去轉化這個物的意義 不過在這篇文章他主要是談番茄 他說番茄作為一個經濟作物 進來之後 其實當地人非常樂中於種番茄 為什麼呢 因為番茄的種植的方式 還有番茄的整個成長的過程 其實跟寒泥毒的信仰是可以結合的 因為番茄就是種在那個三坡地 所以整個根作的身體的那一個habitus 那個慣習是很類似種植小米的過程 因為他是在三坡地 然後他也是一年一收 所以也跟寒泥毒一樣 就是你每一年要選新的土地 然後你每一年的收成都可以去 反映你跟這一塊土地 然後跟這個作物之間的關係 是一種寒泥毒之間的關係 他說番茄種植雖然他是經濟作物 經濟作物是要去賣錢的 可是他還是延續 就是寒泥毒的觀念可以有一些轉化 讓他們可以透過番茄的種植 來凸顯個人的能力 然後來建立跟土地跟作物之間的關係 可是番茄作為一個經濟作物 他畢竟還是不同於生計作物 因為番茄有所謂利窟病 他可能一夕之間那個得病 就是得到利窟病 那番茄就複毀了 然後因為種植 就是作為經濟作物 他的不確定性太強了 包括他的疾病 然後包括因為他要賣到市場 那市場價格又是波動的 所以這個時候 寒泥毒的觀念也開始改變 因為他要面對這一個不確定性 他們認為寒泥毒的觀念還包括了 就是你的能力還包括 你能不能獲得 種植這一個番茄的知識 獲得市場知識的能力 就是寒泥毒的觀念 這時候已經開始有一些 跟當代的情境結合 譬如說你去獲得經濟作物的能力 知識的能力 然後獲得市場知識的能力 因為可能那個番茄的價格 就是一夕速變 然後還有包括 因為番茄有太多的不確定性 因為有像利窟病 所以今天如果發生任何的 譬如說一夕之間的變化 還是回到你的寒泥毒跟那個天 就是他們有一個天的概念 就是你的寒泥毒的能力 能不能夠 你跟那個天的溝通可以 就是因為番茄面臨的那個不確定性 他們反而會透過原有的信仰來詮釋 就是你的那一個寒泥毒的力量 能不能夠獲得天的肯定 或者是能不能夠 就是那個寒泥毒的力量 跟其他的 你的寒泥毒跟其他寒泥毒溝通的過程 你到底能不能夠得到 就是你能不能夠戰勝 其他的寒泥毒 所以他談說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用原有的觀念 來理解新的作物 像番茄 可是原有的觀念也產生改變 就寒泥毒的觀念已經開始改變了 他開始增加了對於市場的知識 然後增加了跟那個天溝通的能力 到這裡OK嗎 然後接下來 其實番茄已經開始造成了一些貧富差距了 可是接下來種茶 更是一個貧富差距的開始 他這裡有談說其實每一個磁期 整個空間的觀念也在改變 這裡我就不多談 他說當地人就是開始種茶的時候 因為當地種茶的方式是 漢人的資本家出資金 然後當地的布農人提供土地跟勞力 然後那個生產的所得 就看雙方怎麼樣去做分配 所以因為當地的布農人並沒有辦法去掌握 那個產品的一個主要的支配權 所以當 而且他們其實貢獻的土地 然後你知道種茶是很好地利的 他幾年之後那個地可能就要休耕很久 所以一開始茶是不被當地人認為是一次性的作物 一方面他又是多年生 他又不能每一年去舉行儀式 然後用每一年的那個經濟作物的成敗來 來肯定你的哈密度的力量 所以他說番茄一開始是沒有 就是開始就是一個非常爭議性的作物 那種植茶的人 他們就會透過那個教會的禮拜 就是雖然他跟茶的種植 跟過去那個小米番茄的種植很不一樣 就是他是多年生的 然後是當地人提供土地跟勞力 可是對於那一個收穫並沒有完全的支配權 可是那一些種茶的人就會有不同的解釋 他們透過他們的所得奉獻給教會 來合法化這個種茶的所得 因為他奉獻給教會 然後教會可以去幫助更多的人 所以他們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合法化 哈密度是同時 就是即使是種茶這一個做 種茶這一個經濟行為 他也可以達到個人失利 跟集體公益之間的平衡 然後他在談種茶的時候 其實當地人就有非常多重的論述 就是不種茶的人就會說 你是在出賣勞力 就是馬克思所談的 就是已經開始有異化的過程 可是他這裡就開始談說 其實對於文化是什麼 當地人就開始有非常多重的論述 可是文化其實是對每個人都有意義 就是每一個人可以 其實文化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多重面向 然後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論述 它不是一個本質性的存在 就我用這個例子來談 其實人類學在跟Model Production對話的時候 其實人類學會談那個文化的重要性 就是當地人透過原有的文化 來理解新的生產關係的時候 原有的文化也產生改變 可是在那個改變的過程中 還是有一些當地人所強調的價值 就是集體公益跟個人實力之間的平衡 必須要被維繫 才能夠去肯定這個人的成就 其實我常講一個笑話就是 同樣在南投 可是我們賽德克就完全不一樣 就賽德克在南投仁愛鄉 然後這個布農士在南投心意鄉 我們賽德克一開始在仲察的時候 我們是從民國七十年開始種察 那個時候是天人到山上去 然後就跟當地人契作 就是天人提供資金 然後當地人也是提供土地 然後開始就是他們種了之後 就是那個察青會賣給天人 可是你知道我們賽德克跟慕容真的 我覺得那個文化真的是精神氣質 你做田野酒你就覺得 每個文化也是有精神氣質 就是那個文化不見得是抽象的觀念 可是它會內化成為你一種 對人對事的態度 我們賽德克在種察的時候 一開始是民國七十年的時候 天人過去跟當地人契作 可是種了兩年之後 我們馬上就發覺 我們被剝削了 然後賽德克人很厲害 他們馬上就發覺說 我賣的這個察青 天人可能用市價的 可能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的錢 再跟我收購 所以當地人 就是我做田野那個部落 春陽部落 他們馬上才種兩三年 他們馬上就意識到自己被剝削 然後就跟天人斷絕契約 然後賽德克的那個民族性很強 然後他們接下來就開始 每一個人要想方設法成為 就是種自己 就是成為自己的主人 這是賽德克 他不是那種 就是借用土地 然後提供土地跟勞力 他反而是 在賽德克的情況是 他們在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就開始 家家戶戶 就想方設法要解決 資金技術勞力知識的問題 因為種察其實是所謂的神秘知識 有察要怎麼種的好 賣的好價錢 總共有很多的神秘知識 然後我有一篇文章 我也是放在C-bar 的延伸閱讀 就在談說其實當地人怎麼樣 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來解決資金技術勞力的問題 然後這個時候 家還是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然後我舉了三個例子 就是談說 這三個種察非常成功的人 其實他們對家都有不同的界定 有人強調的是兄弟姐妹的家 有人強調是他跟他太太的娘家之間 作為一個家 然後有人強調是他跟妻子指你作為一個家 就是他們其實透過那個家的那一個多元論述 其實在解決資金技術勞力的問題 那我那時候作田 我就覺得這一群人真的是很厲害 就他們那一種 我講那種精神動力吧 就是如何要自己當老闆 甚至在那個種察的過程中 其實茶葉的整個製作過程 真的是非常繁複 然後當地人就會說 他可能十幾天都沒有上床好好睡 因為可能你每一個階段 就是都必須要很快起來 就是他可能中間幾個小時 你要很快起來 就是不斷地去翻攪那個茶葉 所以當地人就在講說 他可能十幾天都沒有上床好好睡 就是他們在陳述他們那個種察的過程 其實呈現的是一種賽德克的精神氣質 那我那篇文章在談的是Waya 就是Waya 他有強調個人能力的那個面向 包括他們在談狩獵的時候 就很多各式各樣個人的Waya 就是Waya 我是上一堂課有提到說 泰雅的Raya 泰魯格的Raya 塞德克的Raya跟Waya 其實他在不同的歷史脈絡 會有一些不大一樣的面向被強調 像我在那個苗栗的那個部落 泰雅香的那個部落 他們強調的是社會性的人觀 然後在塞德克的這個部落 他們強調除了社會性的人觀 他們還強調那個個人的能力 那我就回到說 他們整個經濟發展過程 讓那個個人能力的面向特別被突顯 然後那個對個人能力的強調 其實就反映在他們在種植茶葉的過程中 真的很厲害 就每個人真的是想方設法解決各式各樣 茶葉是密集的勞力 密集的資金 然後有很多神秘知識的一個產業 可是他們怎麼樣想方設法 就是透過那個塞德克 那一個強調個人能力的那一個Waya 他們怎麼樣想方設法去解決 整個經濟作物種植過程中的各式各樣的問題 我大概就是透過這兩個比較 其實是想要告訴你們說 文化真的還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後我其實在賽德克那篇文章也在談說 他們透過Waya 的實踐 其實怎麼樣也重新再安置自己的生命 因為Waya 畢竟還是文化裡頭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安生命名的一個方式 然後他們也有打獵 其實我們那個地方還是有狩獵 不過他不像那個一般被誤解的說 好像是會造成什麼動植物的生存問題 因為我現在在所有的原住民部落會看到的是 野生的動物真的已經相當多 甚至已經多到都到了原地 因為大家都在這種經濟作物 根本沒有時間去打獵或者是放陷阱 所以他們其實打獵的過程 其實他們還是遵守很多的Waya 然後我一直在談說 其實那個Waya 本身就是一套 維持生態平衡的方式 我就講到這裡 我其實是要告訴你們說 其實在談資本主義 然後人類學還是會回到那個文化 影響當地人如何去理解接受資本主義 甚至即使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 他們還是在找尋安生立民的方式 然後我剛剛有談說 其實人類學在關心的是 其實可能現在有一半的人口 都是所謂鄉民社會 那這些鄉民社會 跟資本主義接觸的時候 會不會造成跟 就是馬克思所談的資本主義的情況 就是農民要往都市移動 然後開始進入工廠 然後在工廠裡頭勞力被剝削 然後各式各樣的異化的產生 所以人類學其實很關心 一直到現在都還非常關心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就是在共同面對資本主義 所以人類學很想要問 那鄉民社會是不是有它獨立的邏輯 那整個我這裡談的四個比較重要討論 其實到最後的結論就是 鄉民社會有它很獨特的性質 就是它可以跟資本主義同時並存 就是鄉民社會不只是一套一個經濟的單位 鄉民社會的所謂的家戶生產方式 或家庭農產 它不只是經濟的單位 它有很多的情感的價值的 或者是宗教的意涵 那其實在鄉民社會討論就是 其實鄉民社會有它的獨特性 可是它必須要跟資本主義 有各式各樣的結合方式 就在每個地方的鄉民社會 跟資本主義有不同的結合方式 譬如說我剛剛談的 其實賽德克跟布農 他們面對資本主義的時候 他們就有很不一樣的實踐方式 其實還是會回到文化的主體性 所謂的鄉民社會 我剛剛有談 它其實大概應該佔了當今的一半的人口 或近一半的人口 它基本上有一個Wolf Eric Wolf 他對鄉民社會的界定是 鄉民是農業的生產者 耕作是為了自給自足 賣出農產品 是為了交換日用品 而不是用來投資 就它基本上是以農業為主 它其實有商業行為 這個商業行為也只是 為了要購買日用品 而不是在投資 就跟資本主義不一樣 然後Eric Wolf 他在這一本書 Pazen的這一本書 其實這一本書有種一本 可是我很喜歡這個英文本的封面 就還滿值得去 就是還滿可以有很多重的解讀 他在這一本 Pazen 鄉民社會這一本書裡頭 他談的四種類型的鄉民社會 他是把鄉民社會 放在他跟大社會的關係 就是鄉民社會 必須要跟大社會維持一定的關係 甚至因為他作為一個經濟 政治經濟學者 他多多少少在討論的是 其實大社會對鄉民社會 有一種支配性 然後這一些支配性 是透過宗教的方式在進行 所以他談大社會跟鄉民社會的 四種支配方式 就是包括世襲的 俸禄的 商業的 行政的 那世襲的 他在談的是歐洲 歐洲那個封建制度裡頭 領主跟領民的關係 就是領主就是世襲的土地 然後領民必須要跟他租用土地 繳納農租 然後奉路的談的是傳統中國 傳統中國會跟農民們收稅 然後這個稅再作為官員的奉路 就是進行這樣子的一個再分配 然後還有第三種是商業的 商業的主要是立中海的市場經濟 其實很早就開始發展了 然後行政的主要是蘇聯跟共產中國 他們就是生產工具 包括土地是屬於國家的 然後國家收 就是這些生產工具屬於國家 產品也由國家 就是產品由國家在進行再分配 所以他認為鄉民社會跟大社會的關係 包括這四種 世襲的、俸禄的、商業的、行政的 他認為說大社會透過各式各樣的宗教 來合法化他們對於鄉民社會的支配 甚至剝削 那這裡是提供 其實這裡頭 因為這一本書大概後來 影響後來鄉民社會的研究非常重要 所以我其實也提供一些 你們可以延伸閱讀的 Eric Wolf 的鄉民社會 還有歐洲語沒有歷史的人 然後 Perlaini 的巨變 其實這兩本我在上禮拜都有談到 就是歐洲語沒有歷史的人還有巨變 巨變其實在今年又重新被翻譯 你們看到這一些經典 其實不斷在當代重新被翻譯 是因為他們對於思考當代的議題 其實又提供一些很重要的觀點 這兩本歐洲語沒有歷史人跟巨變 其實都會談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 國家所扮演的角色 資本主義或經濟從來就不是獨立的制度 然後剛剛談的是 Eric Wolf 對鄉民的一個討論 國內的內學裡頭還有幾個對鄉民社會重要的討論 一個是 Redfield 他談大傳統跟小傳統 他認為鄉民社會是所謂的小傳統 然後大傳統是所謂的士生的文化 大傳統是少數士生所擁有的 系統化抽象化的文化 如果在中國我們可能會想像是儒家的文化 鄉民小傳統他們擁有的是不規則的 具體的以儀式實踐為主的文化 所以人類學在做漢人的研究 其實儀式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在實踐的過程中 其實文化會不斷的有一些多重的詮釋 或改變的可能 可是他又不是一套那一種很抽象 或邏輯一致的系統 那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其實就是後來的學者必須要面對的 就是如果用漢人的研究來看 其實漢人每一個地方社會 他的儀式實踐都有很大的差異 然後這一些儀式實踐的變異性中 能不能有一套共同的文化邏輯 來界定什麼是漢人文化 其實這是漢人研究一直在面對的 我們系上有一個老師就說 沒有這一套普遍的文化 可是我想不同人會有不同的立場 那我自己在做馬來西亞華人研究 我也在回答這樣的問題 不過這裡就 就讓你們知道有一個這樣子的討論 就是大傳統跟小傳統的關係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很重要的議題 然後還有第二個研究是 墨西哥經 他是Foster 他做的研究 然後這個研究他提出資源有限觀 他認為在鄉民社會裡頭 他們認為資源是有限的 所以讓他們在現代化的過程 會遇到很多的困擾 就是如果一個人的成功 可能會引起其他人的嫉妒 然後就會阻礙這個人的成功 可是他背後的假設是 這一套資源有限觀 其實跟現代是互相對立的 就是傳統跟現代是互相對立的 可是這一個觀點 在後來人類學研究都不斷地被挑戰 因為我們認為傳統跟現代是一個 我剛剛談是一個不斷辯證的過程 這個資源有限觀 一直到現在都很喜歡用 就是我們同學常在談他們的辦公室裡頭 各式各樣的政治 然後我就會冒出一句 對啊 資源有限觀 就是我們以為我們已經是現代了 可是原來我們還這麼傳統 我們還以為資源是有限的 然後別人的成功可能會威脅到自己 所以我常跟同學說 其實我認為當代 就是傳統現代後現代並存的一個時代 就是說其實我們有很多觀念 還非常的傳統 包括同學覺得 我們可能還受到 父系的觀念的限制 然後包括資源有限觀 然後現代後現代 又大家可以感受得更深刻的 可是所謂的研究是 你怎麼樣去爬輸出這一些力量 這一些各種不同的力量如何運作 然後你如何在裡頭找到一些可能性 那最後一個例子 我要談的是薩納夫 他是一個俄國的學者 他提出了所謂農民經濟學的 農民經濟學的理論 他的年代 就是他是1888到1937 可是他這一本書 其實是1966年才有因義本 所以你們可以知道說 這一套對於農民社會的理論 其實也是到當代 就1966年當資本主義發展 面臨了很多的問題 甚至到當代其實都更加的被重視 就這些古典不會因此而被來莫 反而是我們在面對資本主義的時候 會從這一些古典裡頭去找一些當代社會的可能性 薩納夫他提出的是鄉民生產模式 就是Pacements Model Production 的獨特性 他認為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之外 另外一種可能 他研究的是俄國的農民 他說俄國的農民作為家庭農場 他有一個很獨特的特質 就是家庭農場的成員 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的那個情感年代 他們可以勞力密集 不顧生產報酬遞檢 而不斷地從事勞力密集的工作 甚至可以24小時的工作 就是男女老幼都投入工作 然後可以不問工作的時間 然後即使那個邊際報酬在遞檢 他們還是會不斷從事勞力密集的工作 因為他們之間的連結 可能不只是經濟的連結 還有各種情感的連結 然後他說這個家庭農場 他因為他的這一種自我剝削的特質 這是他用的話 自我剝削的特質 可以讓他跟資本主義的集體農場 可以互相抗衡 就當時大家都很關心說 那家庭農場會不會像馬克思所談的 像英國的情況 因為很多農民被趕到都市要進入工廠 然後要接受一套新的生產方式 然後面對剝削跟異化的問題 可是賞納夫反而用俄國的例子來談說 其實家庭農場有他很獨特的性質 他的勞動力跟他的消費都是具有彈性的 甚至他的勞動力可以不問成本效益 就是不斷的投入生產 然後可以透過這一些密集的勞力的投入 可以讓他的利潤是可以跟資本主義的集體農場相互抗衡 就是他談到家庭農場的邏輯 然後他認為家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系 又可以跟其他的經濟體系結合 所以他的另外一本書就是提到 所謂的合作社的產銷體系 可以透過合作社把這一些家庭農場的產品 做一個共同的運銷 那他提出的這一套模式 其實到當代都還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不斷在思考的是 在資本主義之下我們的可能性到底是什麼 所以剛剛提到那個 《如何在21世紀反對資本主義》 這一本書裡後 也會提到這種家庭農場的心態 因為他其實是在實踐一種生活方式 在實踐一種人跟人之間連結的方式 在家庭農場裡頭你的鄰居 其實也可以是需要的時候投入 幫助你從事生產 然後這裡我提供的是 這個是柯志明老師《米糖香客》的書 他其實也是用小那福的這一個 家庭農場的觀念 然後他更複雜的是把台灣的 整個家庭農場的這一套生產方式 放在日本殖民的脈絡裡頭 他的研究 他有另外一本非常厚的書 談台灣的農村有一個很獨特的 土地擁有的方式 那個是從清朝以來大豬小豬 他有一本書就談大豬小豬 一個改變的過程 可是在這一個 就是台灣很獨特的歷史脈絡之下 讓我們台灣其實有類似 小那福所談的家庭農場 就每個家有他的獨特的 他有某一種可以 跟資本主義對抗的一些獨特性 就是他的利潤 可以透過那個自我剝削的過程 其實他可以磨求一些 就是他還是可以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 繼續的發展下去 然後米唐香客這一本書 其實很有趣 是他放在日本殖民的時候 日本殖民的時候 開始在台灣想要種甘蔗 因為作為經濟作物 可是後來米又一開始從生計作物 後來日本因為整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 他們也需要有台灣的米輸出 他說其實台灣的家戶農場 可以在殖民主義這樣子的脈絡之下 他也可以有彈性的去選擇他要種植米或者是糖 而且甚至在家庭農場 一個獨特的邏輯之下 他可以跟資本主義 就是他要談所謂的殖民 不是殖民者被殖民者這樣的二分 就是台灣裡頭有不同的生產方式 包括有種甘蔗的、種米的 然後中間也有轉換的過程 然後在日本殖民裡頭 也有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 工業資本家他希望米的價格很低 然後他可以 就是可以用比較低的價格 就可以滿足那個勞工的生活需要 可是作為那個米的貿易的商業資本家 他又希望提高米的價格 所以他其實米糖香格我覺得很精彩 是他把台灣家庭農場 這一個很獨特的 從清朝以來發展出來的一個土地擁有方式 放回殖民的脈絡 我去看那個非常動態的過程 我覺得還滿推薦 就是如果要對台灣有更多的了解 或者是去看台灣當代的可能性 我覺得這是一個滿好的 一個了解台灣歷史的書 然後《五米熱》裡面 我們有沒有看過這個DVD 你們從這一個DVD裡頭 大概也可以提 稍微感受到家庭農場的性質 這個是台南後必有個昆斌博 後來他也常常出現在電視 他就討論說他們重道的過程 其實跟所謂的節氣跟神明的祭拜 如何結合在一起 甚至他們夫妻兩個重道的所得 其實真的是少到不行 可是他們也是有另外一種 看待這個工作的方式 就對他們而言透過怎麼樣賦予那個工作意義 其實也可以 你們可以感受到為什麼台灣 台灣的經濟可以這麼的有彈性 然後這裡 其實這一個DVD 還很有趣的是 他把這一個台灣的家庭農場 也放回整個後來國民政府的三七五檢豬 或者是跟著有齊田的脈絡 然後去討論一些國家怎麼樣去收編 所謂地方知識分子的土地 然後國家治理的方式 所以很歡迎你們看DVD 然後寫加分報告 還是希望你們透過這一些 就是我這裡所補充的書 或者是一些影片 或者是你們可以找影片 可以把這一些概念變得更加的鮮活 然後可以更有感受